一名阴逆男子上星期六闯入雪兰儿沙亚南十六区一个组屋住宅区 企图偷走一辆摩托车时 被三名路人撞个正着 这名男子过后找来同党持刀和枪 猛砍和开枪射击目击者行径猖狂 沙亚南警区主任沙菲恩今天证实 警方逮捕三名嫌犯 同时继续追查另外五名嫌犯下落 警方上星期六接获民众投报 指一群阴逆男子集体攻击另一群乌翼男子 导致三人受伤 警方过后设立特别小组追踪涉案者 几乎三名嫌犯今天落网查办 警方也一并充公五辆 相信是偷窃回来的轿车和摩托车 当局援引1971年军火法令第三条文调查案件 所有嫌犯将被延长扣留六天驻查案件